來 各位午安 謝謝你們吃飽飯還來這邊休息 最近的我的跟別人聊天的機會都會說 你可以自然睡著沒關係 我不會叫你 如果你待會看到什麼特殊的 你就趕快在旁邊把你叫起來 我們就先稍微講一下主題 我做的投影片不多 但是每一張都很難 所以待會你可能會睡著 那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淺淺的講 像這邊就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個族群 就是有的是學生 有的是已經可以有人生第二春了 我們大概是講點學生聽得懂的 講點他們聽不懂的 比如說我們去哪裡玩這樣子 21世紀已經過了將近15年了 往後還有85年的時間 我在這邊準備了幾張投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幾個大型天文台的計畫 會大概是怎麼一個運作的方式 我先稍微強調一下 我自己本來在訂這個題目的時候 覺得這樣會不會包山包海 好像有點會 但是待會你就會知道 其實太遙遠了我們都碰不到 所以我們還是以我們理解範圍內的 理解範圍內的 大概就是來講一些 好 這是一張 什麼是天文 我想很多人對這個東西都還好奇的 像我在學校裡面任教 我是跟學生講說天文是我的興趣 天文不是我的能力 因為能力是天文學家的 那個講能力我們是不要太吹噓 那天文有時候倒是說 觀測跟理論怎麼跑 像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有一個月全時吧 那那個是屬於我們都可以理解的 那看嘛 用眼睛也可以看 那講為什麼是紅的嘛 我們都知道 就是觀測啊 理論啊 但是如果用剛剛的話來講說 21世紀大型的 那什麼叫大 比什麼嘛 比什麼 比 看看大家怎麼去做規劃 因為大不好蓋吧 像台北一定要蓋多久 從取得那個想法 到設計 然後到實作 到真正的落成 到後來每一年的那個新年 Happy New Year這樣放煙火 就是一個時程表 所以我們可以 踏山之石來攻凑一下 別的國家是怎麼做 像我們台灣自己其實 就是有些地方我們是做的跌跌撞撞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比的其實就是第二點 比解析角 我們大概會花一點點時間 來練習一下什麼叫解析角 那還有比口徑大小 因為這兩個項目是一模一樣的 天文學家講的就是解析角 我們講的就是 你的口徑有多大 那當然有人講說 我這眼睛多少錢 人家也是一個鏡片 我們也是一個鏡片 比多少錢 那其實比錢 不一定比得引人家 可是比方法 比創新 像我們台灣的很多設計方面 也慢慢迎頭趕上了 包括這些方法的創新 都是我們需要再去留意一下下的 這張圖如果我說有沒有看過 應該是很多人舉不了手 因為這張圖我也是在幾天前 才認真的給人家看過 這張圖很早以前就看過 對我來講 因為有時候做資料準備啦 或要上課啦 或在查什麼資料的時候 那說個玩笑話 這張圖我昨天才看過 因為好不容易 我終於幫各位找到了中文版的 不然其實像這邊有很多東西 本來都只有寫英文 GMT 什麼是LSST 什麼是LBT 這待會這幾個我們都會講 那這裡面如果真的要講你最厲害的 你最認識的應該是左下角跟右下角 這個是籃球場 那個是網球場 這個籃球場其實 以前打籃球 我都不曉得籃球場有多大 我為了這個演講才認真地去查一下 籃球場有多大 籃球場有多大 因為以前我們都說籃球場可能是 十幾公尺乘二十幾公尺 那個都是片的 人家國外設計是英尺 我們換算成中文的時候 變成幾公尺 然後那個幾公尺就變成是近市值 你講28公尺其實錯的 因為不到 它超過28 我們講28太少 它是28.03 就是28.03公分 那這個號稱我年輕的時候 跑過好幾次啊對不對 被釣來釣過去 就去去跑 那就覺得那多大 那如果看完之後 你就看這個就知道 哇這個有夠恐怖的大 在這一張照片裡面 大概你會認為 這可能是最大的 我個人是認為這個很大 因為這單一鏡片很大 這個就是密密麻麻的 像蜂窩一樣啊 那有一個不是很明顯存在的 那個才是最大 有看到嗎 哪一個 對這個 這個翻譯上來講 它到底怎麼寫啊 這是中國大陸的版本 這叫絕大望遠鏡 絕大就是非常大 但是這裡括號寫已取消 這個好大耶嗎 多大 你光是跟籃球場比這個它多大 那待會我會稍微介紹一下 那其實它也許有機會 再進入新的一個輪迴 就開始設計 開始有資金 就開始會做設計跟建制嘛 那我們今天大概主要要看的幾個就是 右邊的 看起來很大對不對 這個也很大 這個也很大 那這兩個我們會講一下 那個HET那個我們也會講一下 這邊這個1990 這個已經在弄了 這個 有藍色的蜂窩 兩片式的 還有這個 這個是7格的 這個數不清楚的格 這幾個我們都會稍微介紹一下 只是一個概念就是 其實我們那個左手邊有寫 這在比大小 為什麼要比大小 為什麼要比大小 因為望遠鏡的品質 看得清楚 看不清楚 很關鍵 那東西看起來如果清楚 但是暗暗的我們也不喜歡 所以天文的概念 就是觀測上來講 我們希望看清楚 希望看得它夠亮 那其他的 可能各位稍微就會留意說 可以看到幾倍的月亮 幾倍的月亮 待會兒我們會有一張圖來解釋說 其實月亮的幾倍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就還好 這是唯二 這是唯二 我今天要講的天文的 在外太空的天文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 大氣會有干擾 就好像說 我現在把一個銅板丟到游泳池裡面 現在小朋友很多水花蕩漾 那個我一定看不清楚 那到底是十塊錢 是台幣還是美金 一定看不清楚 因為水在晃 大氣也是啊 白天晚上 春夏秋冬 所以這邊有寫了一些 是稍微難一點點的概念 就是如果我們要避開這些 很困擾我們的這個大氣 我們必須 讓望遠鏡飛到天上去 所以這邊有幾個 你可能比較稍微熟悉一點點 就是看起來也是這一張圖裡面 這個 左邊那邊是十 左邊這邊就是望遠鏡的名字 望遠鏡的名字 像這個可能比較有名 就是哈勃 這個是Spitzer 紅外線的 克普勒 專門在找太陽系以外的行星的 你看哈勃很早以前 1991年到現在了 一直到現在還在 這一條曲線 往上這條曲線是現在 好 謝謝 這個是哈勃 那時間呢 他在1990年代就開始升空了 一直工作到現在 其實這張圖應該是畫到這邊來了 要稍微畫到 跨過這條曲線 那哈勃 可能也許或許 還會繼續 如果他狀況很好的話 因為在外太空 出狀況的機會不是沒有 但是相對來講是比較低 那像剛剛講的Spitzer 他已經 他已經轉型了 你會發現這邊畫的是實線 那這邊畫的是曲線 可是他還在用耶 這個概念就是說 就好像說 我如果 我現在如果 去丟個棒球 我可以很厲害的話 我就當投手 不行了咧 球速沒那麼快啦 對不對 我看我就 有人就是去當投手教練 有些人就是當野手 有些人就是那不然就 有什麼 就關掉了 就轉換你的位置 轉換你的跑道 那Spitzer很特別是 因為他本來的冷卻系統已經不行了 但是他基本上外太空還是很冷 所以他就沒有冷卻系統 用不著那麼很低溫的 很低溫的一個觀測 那這一段就是 他的算是延伸期 這邊有一個SWIFT 這邊有一個 科普勒 科普勒也是你看 他也是類似的概念 他最延始的設計是 大概到2012年過到2013年結束 但是他的任期 任期不是很 就是他的工作的任務 達成了以後 那也因為某些元件不行了 就是主要是冷卻系統 不行了以後 他就繼續產生新的一個想法 低溫 那如果是零下20度 可以做什麼事 本來零下180度可以做什麼事 所以他這個現在是做的是比較 稍微高溫 但是其實我剛剛講 大概零下2、30度以下的溫度在工作 那這邊有一條 粉紅色的線條 這個概念上就是說 上面這些都還沒升空 底下這邊都在天上了 那玩笑話講 他們要不要掉下來是隨時有機會的 那這邊有幾個 你可能就聽一個就好 JWST待會我會講 JWST 我本來還要講一下這個 這個我不太會念 因為他其實是古希臘文 他是歐基里德 歐基里德 那他預計上來講是大概2020年 這是一個蠻大的關卡 2020年他就要上去了 那他做的就是比較特別的是他做黑暗物質 這個聽起來好難好難好難 因為我最開始接觸到這四個字的時候說 那黑暗我怎麼看得到 對不對 黑暗我怎麼看得到 那這是天文學家的字 那如果你有興趣 其實你也比我知道了 我是不是應該叫他不要那麼早關掉 還是我講快一點 對啊 他一直叫我 因為我今天是偷懶不用電腦 這是iPad 所以他一會就休息 好那 這邊有一個稍微難一點點的 這稍微難一點點 就是你看了一下 他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計畫 那這些計畫裡面有分一些細節 那我主要不是在講這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再去查一下 這個其實不太難查 就在NASA 你就打個什麼 Astrophysics Timeline 這個就是在觀測的 好我們還是來再繼續摧殘你的腦細胞 讓你睡意更增添 這個就是解析角 這樣子你可能會認為這是兩顆星星 對不對 那這樣子你應該認為它是一顆星星吧 對 可是這個是解析角 比較大的時候 看不清楚的時候 其實這都是電腦模擬的樣子 這個是電腦模擬的 你看得清楚 這個就是叫做兩顆星星 對同一個目標 你看不清楚 你以為他們是混在一起 OK 概念上來講 如果我們現在爬到十樓 我們看著那個 某一個廣場的幾個小朋友 你可能那邊是一群 你會講一群 你不會說那邊是七個 因為它已經混在一起了 這就是解析角 必須能夠判定兩個目標是開的 那就是兩個嘛 如果你看不清楚兩個是開的 你就認為那是一個 所以解析角還蠻重要的 那這一張圖就比較麻煩了 基本上的概念你就看一下 這條斜線很清楚 在這邊扮演了左上右下的概念 橫的方向 越右邊是號稱 就是十個 就是越差的 越左邊是越好的 這邊是千分之一 那一般我們大氣的限制大概在這邊 就是你放在水裡面的那種概念 你在大氣裡面的影響之下 你大概解析角好一點點 勉強可以來到0.1個角秒 那通常來講 一般我們就是如果不要用太大的 一公尺以下 或一公尺 兩公尺上下的望遠鏡 大概就是一個角秒 這是我們大氣的極限 待會跟你講 怎麼去突破它的一個方法 那你會發現有的障礙 這個也是十公里的 一千公里的 這當然聽起來就很誇張 有沒有一千公里大小的望遠鏡 這個就是望遠鏡的口徑 這個是望遠鏡的解析角的限制 口徑就是限制 基本上它就是 口徑越大越往上面去嘛 它的解析角就越好 那如果你的口徑變小了 比如說只有一公尺而已 那它的解析角可能就得受到一些限制 像這個是粉紅色的區塊 它左上右下這樣的條件 指的就是 在用這樣的工具條件之下 你就會落在這個區塊裡面 那像剛剛這個有一點 有一點綠有一點黃 這個 這是無線電波的 我們大概也有一個例子 是無線電波的 為什麼科學家要花那麼多的錢 結果剛剛講 那是方法 那是巧思 這樣做就可以看清楚東西 那這邊呢 這是X色線 最底下的這個 其實它應該畫 有點藍藍直直的才對 那這邊是畫藍的 這是X色線 X色線它就有一定的限制 它不是那麼好弄 因為那個成本太高了 那最簡單的 我第一次學這個東西的時候 教授問我 我突然 真的咧 我這還不曉得怎麼回答 一般我們用鏡片 光線會偏折吧 那X光咧 那不是用鏡片的咧 它不是用鏡片 因為鏡片它就穿透啊 你來了一個很強的紫外線 它就穿透啊 來一個很強的X光就穿透啊 我們鏡片是沒有辦法做聚焦的動作嘛 所以這個是稍微特別一點點的 但是還是放在這張圖裡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就只記得一個概念 這邊有一個小公式 那個是給高中生看的 這個小公式就是在算解析角 這個波長 lambda是波長 D就是口徑 那算出來的SET 就是右邊的這一個 右下角這一排 解析角就是這個SET 那D D就是口徑 好了不要去改它 沒關係 來 所以總結來講 口徑越來越大 它的解析角 因為它是左上右下 在同一個波長來講 像這個就是無線電 這邊有寫Radio 這是無線電的 所以它的口徑大 解析角就可以小一點點 如果它的口徑變小了 口徑上一公里來講 它的落在這樣 往右下方跑這裡 它的解析角就會增加 看不清楚的意思 不錯 各位都沒有睡著 終於有一頁比較簡單的 來 這也算是結論 這也算是一個新的開始 我們在看地面的望遠鏡的時候 通常就是可見光 通常就是無線電 這個波長稍微短一點點 這個波長就長一點點 就是像我們一般的手機 電視波 FM、AM 這個都是電波 太空望遠鏡剛剛講的 太空望遠鏡就是 某些特殊的 在大氣干擾下 不能運作的 我們就必須用天文望遠鏡 主要是 口語上我們講高能觀測 就是X線、紫外線 這種高能 比較特別的是 紅外線跟微波 我們大概會講到 紅外線的部分 最特別的是這個 中立波 我剛剛講的 暗物質、暗能量 通常都是要靠中立波 因為它其實有產生干擾 明年我就預告一下 應該說今年 今年搞不好 我不曉得搞得好會怎樣 今年搞不好 諾貝爾物理獎會頒給一個台灣人 對 那開開玩笑講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 另外一個諾貝爾獎得主 所以這樣子就不會當紅 一個化學、一個物理 那個是 它叫什麼 台大 鍋 鍋 鍋什麼鈴 它是做 做那個 重力波觀測的 那個很特別 來 可見光 大概我們就從這邊來看 可見光的部分 有單一鏡面、多鏡面 有干涉方法 還有大雙筒 大概會特別講這幾個 那無線電的話 我們也會稍微講一下 有單天線跟正鏈 那無線電比較複雜一點點 比較複雜一點點 一般我們認知的 假定這邊有那種國小小朋友 甚至到國中生 他都認知上 什麼叫望遠鏡 他都是認知是這個範圍而已 什麼叫望遠鏡 就這樣而已 他不會認為這叫望遠鏡 這個要稍微受了科學訓練 才會知道說 這就叫望遠鏡 其實無線電的觀測也是 所以其實各位 如果拿到手機開始去量 這裡檔個大 驗號很強 這裡中華電線更強 其實你也是小小觀測界 你是觀測 但是只是你觀測的是基地台的驗號 我們有時候在講這個 這是觀測天空 恒星的輻射 好 像這個 這張照片是 我沒有寫版權 到時候會被抓去關 可是這個可以講一下 這個每個天線都很大隻 每個天線都很大隻 像這個應該 我沒有記錯這是64公尺 公尺耶 很大耶 對啊 在智力 在智力 它是屬於無線電的 無線電日文是講垃圾樓嘛 這個是念radio 這是天線 它現在是對準某一個方向 他們這種天線很厲害 它可以單一個操作 也可以集體操作 單一個操作就進電腦去而已 如果是集體操作 是在電腦上面 每一台訊號進來以後 在電腦上可以做運算 這裡寫個台灣是 我們也是其中 比例比較特別的一個會員國 因為他們是分好像四個單位 美國加拿大認了兩個單位 日本認了一個單位 然後智力也認了一個單位 我們跟日本又合作 日本又切了一些給我們 其實這個開玩笑講 它切一些給我們是什麼意思 是一些錢由我們出來 切一些是 它把那個會員費由我們來繳 對不對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這種案例 像我老丈人 他可不可以去Costco 可以啊 會費再繳 我們繳 對啊 他有沒有可以去 可以啊 因為他可以好多張會員卡 所以這就是類似概念 我們跟日本 我們是透過日本那個系統進去的 所以我們其實也有 那個 講一下英文好了 這應該念Elma 但是我以前都念阿嬤 A-L-M-A 阿嬤 這個Elma是在智力 智力待會你就會發現 我們很常講智力 因為智力其實是不錯 就我們旅遊上來講智力不太好 那個 可是就聽文學家來講 有一點點一點點的顛倒 人越多的地方他就越不想去 光嗨吧 像這個是收音機的 Radio 老師你也說有光嗨 Radio也有干擾 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聽過那個 某些音響 手機要響之前他會 嘟嘟嘟嘟嘟嘟嘟 就是干擾 那就是干擾 所以他其實這個要去找 那很安靜的地方 不是人少 而是他無線電波很少 不能有干擾 所以 Alma這個地方被 被雀屏中學的 其中一個要素 好 再來講一個 這個是不是我們第二章 英文很多的 好 這個叫國民黨 不是啦 故意沒有寫中文的 因為我不曉得中文怎麼翻譯 它的英文是寫在這邊 它是韓國的 微透鏡天文望遠鏡的網路 這個聽起來很複雜 但是這就是一個巧思 這是我今天要介紹的望遠鏡裡面 最小隻的 這個望遠鏡才1.6公尺 才1.6公尺 望遠鏡不大 到時候我們台灣如果做好了 我們最大望遠鏡兩公尺 比這個還大 但是它的巧思是比我們的還好 我們只是純粹把一公尺望遠鏡的鏡片 撐大是非 它不是 它是用了一些特殊的方法 你看喔 明明這就是韓國的啦 這K不是國民黨的國 這是韓國的 它用的方法很特別 它是用重力干擾 就是如果我旁邊有一個人繞著我轉 而且是手跟著我牽著 他到我右邊來 他到我左邊去 他到我右邊我就會往右邊 他到我左邊我就會往左邊 那這個望遠鏡可以看清楚 星星在晃動 他可以看清楚星星在晃動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拿了三個地方 澳洲 智利 南非 我一開始是覺得怪怪的 那這韓國咧 因為韓國是出錢的 韓國出idea 出錢 出想法 然後出那些軟體設計 他們真正的天文望遠鏡 三個站是放在澳洲 智利跟南非 都在南半球 因為韓國人也其實說那個 我不曉得各位喜不喜歡韓國 我是覺得他有一點點小技巧 他知道北邊天空 大概他沒有什麼強項了 所以他就是往南邊去 因為北邊就是太多的國家都在北邊 地面上可以的 地面上可以的 他差不多都已經都準備好了 或者說已經在上線中了 所以他就去南半球 找這個 這個叫系外行星 就像這樣子 如果這是一個 這不是地球 這如果是一個行星 那它跟這個母恆星的關係 就是當然它這顆會繞著母恆星轉 那這顆母恆星會有一點 有點像在晃動一樣 就剛剛講的 很像在水裡面那種感覺 但是它是固定的 因為如果那顆星星是十分鐘繞我一圈 這是舉例而已啊 你就發現我好像這邊五分鐘 晃回來又五分鐘 因為這是一個週期 這是一個週期 週期如果你找到了 你就可以去推判說 旁邊這顆大概是多快 或多大顆 或者是有沒有機會是有水有生命 這是這個 我是韓國人這個 這招也真的有夠特別的 好 那它要找的 它要找的是比較特殊的恆星 它不會什麼恆星都看 因為高中生比較清楚 我們要找到有生命的機會 是要找那個恆星 旁邊的行星年紀稍微大一點的 如果以地球的年齡 你三十億年前去找地球上的生命 也許還找得到 也許找得到 但是那不會跟你講話 那它就是還找啊 找類啊 所以他們要去找的是那種 比較特殊的恆星 所謂低質量就是壯命的恆星 然後這個是四個平方度 這個應該是在上面才對 四個平方度 這個是相機喔 這個是相機喔 那有些學生應該看得懂 這個是相機啊 但是它裡面有四塊晶片 它做大面積的天空的搜尋 那一個晶片裡面 大概就是四顆月亮的大小 所以這個相機很厲害 它看到的天空範圍比較大 這是它韓國設計的 那當然這台相機就是韓國人設計 韓國人製造的 這個不是別的國家有的 但是這個概念其實已經有人做過了 你看這很好 我講太久 單一張頭裡面講太久 它就會頂掉對不對 好來 這個咧 這個又很複雜了 好來 這個叫旗艦計畫 這個旗艦就很像什麼 台中有什麼旗艦店 那個新巴克的旗艦店 新巴克的旗艦店是哪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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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巴克的旗艦店 就是那一家新的那一家 那是旗艦店喔 那我有幸我寒假才去過而已 那一家還蠻特別的 好 這個是號稱是NASA旗艦計畫 因為他們號稱的旗艦計畫 各位一定可以猜出來 我如果給三個條件 你就可以去把它填滿了 一定是怎樣 旗艦計畫一定是 花了很多錢 肯定的 對不對 那旗艦計畫一定是怎樣 做了很久 那旗艦計畫是怎樣 它的目標很明確 科學很大的一個目標 這都是科學家 這不是打雜 這不是掃廁所的喔 這都是科學家 他們開了一個會議 然後就在這個1比1的模型 這個是模型 這不是要發射升空的喔 各位有沒有一個想法 這個東西如果要塞在火箭上面發射 怎麼塞 所以 這裡面 我半開玩笑講喔 因為我沒有去統計喔 切一半 切一半 這邊可能是天文學家 這邊 其他這邊都是工程師 哪些的 對 航態的 衛星姿態控制的 機械的 連材料金屬的 他都要進來 這個真的是 所以 有時候我半開玩笑講 半開玩笑講 講給高中生聽的 喜歡天文 其實不一定是當科學家 你當工程師 其實也是喜歡天文的 這一個概念喔 因為 你看到這些鏡片 我還認真數過喔 123 1234 1234 1234 123 我剛剛數了幾片 這個是組合式的 是組合式的 它是多鏡片組合式的 剛剛韓國的那個是單一鏡片 但是它有三面 在不同的國家嘛 那這個是上去的時候呢 它先疊好 它用記憶金屬先疊好 然後到了天上去的時候 給它撐開 剛剛講的3444 三四十二再加6片 所以18片 中間這個是挖掉的 不然應該19的 以這樣的一個排列形狀 應該總共有19個單位 然後扣掉中間 所以這邊有18個 是吧 三四十二 對18個 這18個鏡片呢 是在組裝前 組裝前 這是人喔 組裝前就是一面鏡子 這是第二面鏡子 最大的面積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它可以稍微拼拼拼拼 摺疊啊 就像我們那個報紙啊 可以先摺一下 放到某個位置 然後去到公園了 報紙 噴開 可以開始看 這個是一個他們的創新 不然這麼大的望眼鏡要升空 成本很高 但是人家是用記憶金屬 那後面是用記憶金屬撐住的 那這個就是接受器 那這個是它的類似主機 有很多散熱功能 因為為什麼要散熱功能 因為這是紅外線的觀測器 這是紅外線的觀測器 它不做可見光 剛剛我們說太空在計畫上來講 也算是大型旗艦計畫 就是哈勃太空環境 哈勃它做的是不太需要冷卻 它還是有做冷卻的 就是紅外線觀測 那這個它的一些冷卻方法比較特別 所以這個丟上去的時候 比哈勃還酷喔 這個是做紅外線觀測 它是放在一個很特殊的位置 叫永夜的位置 這個講起來比較複雜 我們地球上發射的人造衛星 就叫衛星嘛 可是有一種人造衛星 應該改名字叫做人造行星 它出去以後其實是離開地球的引力 它是繞著太陽轉 繞著太陽轉 小時候我們就說那個叫行星嘛 所以那個應該叫人造行星 那太陽跟地球的中間有一個位置 你把人造衛星丟在那邊 它就出不來了 因為那邊就很像陷阱 你踩進去它就出不來 因為它被你吸住了 因為那邊是位能 就是穩定性比較高 那個叫拉格朗日點的一號點 剛剛講的那個太陽地球中間 那個叫永咒點 你知道它那邊放著 如果望遠鏡很乖 它就鏡片鏡頭一直朝著太陽看 去觀測太陽 那詹姆士韋伯 我差不多知道時間了 我還是讓它開著好了 等我一下一下 這樣就應該會OK了吧 就給它久一點 剛剛講到這是永夜點 永夜的位置 它就是在太陽地球連線的外面 它永遠就在那邊 躲在好像地球的影子後 太陽在前面嘛 我是地球 它躲在我後面 永遠躲在我後面 那個位置很遠 那個火箭基本上還得有一點本事 有一點力量 就是它推到很遠的地方去 那哈勃沒有 哈勃是飛在地球的 不是很高的軌道上 所以壞了可以去修理它 所以它能夠活那麼久是奇蹟 因為之前太空梭還沒停飛的時候 太空梭上去修理過那四次 我很喜歡講修理 因為我們中國人講的修理 跟外國人講的修理不一樣 但是目的都是一樣 壞嘛 上去修理 我們中國人講修理 就是你也很壞我就修理你 這個詹姆斯韋伯 那詹姆斯韋伯是誰 這個其實說說而已 詹姆斯韋伯為什麼那麼有名 沒有啊 他一點都不有名 那哈勃怎麼那麼有名 其實他也沒很有名啊 他是很厲害的科學家 天文學家 那要不是因為哈勃太空望遠鏡 大概認識他的人少一半 那詹姆斯韋伯是那時候的 第一任的太空署署長 NASA在當時是因為 剛才李總統說人類要上月球 美國要第一個上去 然後他們成立了太空總署 第一任的署長就是他 詹姆斯韋伯 那詹姆斯韋伯就變成了 是這支望遠鏡的代號 他本來是只是用 用一個機器很冷的名字來命 現在就變成是詹姆斯韋伯 我是覺得這個是有夠有創意的 有夠有創意的 因為很大 而且是1比1模型 第二次看到台灣了 這次寫中文 接下來是講一個叫LSST的 剛剛計畫圖裡面有寫 這個類似的概念 我只是讓各位知道說 其實從剛剛的韓國的KMT Net 然後到剛剛的加姆斯韋伯 我到現在這個LSST 那個其實都是英文 他預計2018年 這是想像圖 這有點看起來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很像 很像是一艘太空船 地點是決定的 但是這個還在蓋 2018年要確定 那他主要的工作目標 就是要去找西外行星 就好奇怪 你知道誰對地球有威脅 你做科學計畫就可以要到錢 或者是說 我們想要知道外星人在哪裡 可能也可以要到錢 這個是目前的科學的一個概念 那他尋找的是 離我們比較近 不要太遠的 離我們比較近的 那他主要是做一些 大概是兩個太陽 講錯講錯 兩個地球的 地球或者是Super Earth 地球或是超級地球 就是大概在兩個地球的 這個是只半徑而已 就是他的直徑可能是 我們的直徑是他的半徑而已 所以他這一顆不會太大顆 他要找的是不會太大顆的 那這邊有個代號 什麼F5 M5 或者是你可能講的是什麼AKB48 這個是恆星的代號 這個剛剛有講過了 我恆星要稍微壽命長一點點 旁邊的行星才有機會變有生命 那恆星生命要長 就是他不能很熱 他不能一直燒 不能照亮別人 那自己就沒了 所以這個是F跟M 這個指的是他的光譜型 他的光譜是屬於F型跟M型的 一二三四五就隨便 好 那這邊有學生應該聽得懂 什麼叫繁星計畫 因為LSST 這個是概念上也是尋天 天空上找 某些位置去找 找那很亮的 可能有機會有西外行星的 那類似的概念 特別的是Google已經有加入了 Google出錢 Google出資源 就是去support 去讓這個計畫能夠更順利的進行 他不是只有出錢而已 他還有出了很多人 因為像資料的匯整 計算 Google在這上面我覺得 他因為很有企圖心 剛好台灣也號稱我們有加入 然後打問號是一直還沒有扶上台面 因為人家很想跟我們一起合作 可是我們就是錢有限 我們錢有限 因為會排級效應嘛 錢有限 所以這個講台灣加入這個問號是 有科學家進入了 但是我們台灣這邊沒有一個很大型的計畫 來支撐 就沒有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就直接 他其實是個.org的網站 我覺得這個 這個聽起來很酷 如果台灣也可以加入的話 好 那 欸我講太慢了對不對 不會喔 好啦接下來就剩下三個忘記而已 就很快速 很快速 只是你會發現我跳得很快 來接下來我們講新一個世代的 那 那講21世紀這個框框太大了 然後快100年 這往後還有大概80幾年的時間 21世紀才會過去 那我們現在講的大概就是 以2020年到2030年 因為他可能會有點點順延 大概在2030年以前可以上限可以工作的 那待會我就分 已經上限了兩個比較大的 當基礎來介紹 然後再介紹這個新一代的 那你先大概有概念一下下 這個新一代的我們就是三個 就是 那就是各位如果喜歡講中文 就是劇情曼哲倫 還有三四名望遠鏡 還有歐洲的幾代望遠鏡 那如果講英文 那GMT TNT 然後EELT 這個都是他的英文代號簡寫的 那目的就是這樣子 我剛剛講的 我們很想知道最原始 誰對我們有威脅 哪裡有機會 找到 也許是我們要移民 也許是他們會 他們會派他們的東西來找我們 所以你看這個 這只要隨便寫 那方法對不對我不知道 這只要隨便寫就可以 就可以扯上邊了 那這個消息是很新的 就才一個禮拜前的 一個點是在這裡 夏威夷 兩個點是在這裡 在智利 為什麼都挑這個地方 老師我剛剛已經講了 夏威夷啊 智利啊已經 聽起來都很熟悉了 你只要大型天文台都該在那邊 剛剛講的那個LSST 也是在智利 也是在智利 那像我們剛剛講的 Alma台灣有參加的那個 在夏威夷 那因為這些一個點就是 號稱有一些特性 晴天率高 交通不是那麼的方便 但是交通可以到 人言喊字對不對 干擾很少 那這個我覺得 當天文學家不好玩 因為太辛苦了 好 我們來 繼續催場 現在是看到都密碼 那個小時候要是看到這個 我一定睡著 那沒關係 我們就很籠統的講一下 這個就是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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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每一個都會有 比較詳細的照片桌面 這個叫大雙筒 現在看起來不怎麼樣 這個還有故事的 這個原住民有告他們 說我們的那個小松鼠 因為你們蓋了這個望遠鏡之後 少了很多 他打算搬倒這個巨人 可是後來 美國國會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就通過一個特殊的法規 然後就說 也找了人去證明說 你們那個小松鼠的變少 是環境的改變 比如說松鼠長的球果變少了 而不是你們蓋了望遠鏡 我是個人認為 蓋了望遠鏡就會讓松鼠變少 那松鼠喜歡看星星嗎 可能啦 不然怎麼會這樣子 好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 就是一個順序 由我的方向看過去 這已經在用了 這已經在用了 我兒子偷看過我的偷文片 我兒子說 爸爸你這個拍得怪怪的 你怎麼會把還沒蓋好的排前面 我說人的夢就是最遠的在這裡啊 這個看起來最便宜啊 你真的超誇張的 這1.2億這12億耶 這也大概12啦 這1212 這1個可以蓋 應該說這個一個可以蓋這個的10個 概念上來講是這樣說 但是這是很重要的概念啊 因為你沒有這樣的基礎 你拿來的越來越大 好 那我剛剛講 這是很大的大型計畫 很大的就是你看這邊光耗口徑喔 這邊號稱的是22.8 突破了更大 灌上去直接打穿 那極光面積其實我們剛剛講的口徑很重要 那要夠亮就是要看極光面積 極光面積你就會發現 真的是 這1 3 6 9 真的有夠厲害 只是錢不是那樣排就是了 面積是1 3 6 9 學生應該聽得懂 我們看星星會有時候碰到一個極限 剛剛講的解析角 另外就是我看到很暗很暗很暗 最暗到幾等星 像月亮太陽你都不用考慮 只要天氣OK就看得到 可是有些星星很暗 18等 停都沒停過看不太到 20等有些望遠鏡還看得見喔 22等有的望遠鏡還沒有問題喔 那它的極限星等就由極光面積來算 它的極限星等就能夠看到多暗 為什麼要講看到多暗 你看這個已經將近1000平方公尺了 1000平方公尺是多少 其實你各位就差不多 1000平方公尺其實差不多30乘30 900嘛 32乘32很接近1000了 就那麼大的一個面積 比一個籃球場還大 那麼大的面積就可以 大概有1000平方公尺的收起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為什麼科學家越做望鏡越大 當然錢越花越多 因為想要看去暗的東西 各位應該都很清楚 因為暗是代表它越圓 如果其他條件都一樣 你看到一個佛祖 佛祖你怎麼變得比較暗 佛祖跟你講我比較圓 如果看到佛祖很亮耶 佛祖就說我就在你旁邊 它比較亮嘛 比較遠什麼意思 套用科學家的概念 它光從那邊來很遠 就是很久 很久就是比較原始 可能是第一道光 或者是就是我們講第一代的恆星 所以科學家其實也還蠻聰明的 蠻實際的 這個智利 夏威夷智利 這個比較特別 美國的亞利桑那州 我剛剛說要聊一下這個 亞利桑那州超酷的 你去那邊 它的隔壁比較有名 就是拉斯維加斯 我是沒有去過 但是光是聽人家講 就覺得應該要去 溫度四五十度的沙漠 下去不會怎麼樣 但是通常會怎樣是 上了車才會怎樣 上了車能踢一吹 剛剛好熱 下車的時候其實不會覺得很熱 因為它很乾燥 這是我們台灣不知道的 因為台灣太潮濕了 是亞利桑那州 所以它弄在亞利桑那州 有一些個考量 因為它有人的問題 它有交通的問題 它有科學家 設計等等的工程師 要去維修的問題 你看它海拔就還好 3000多 這個比較低 這2000多 這4000 這3000 基本上你會發現 沒有人蓋在海邊的 蓋海邊太麻煩了 細節我們不再多說 好來 我們先來看看剛剛松鼠這個 大雙頭 松鼠的 這個 這個 一樣沒有標註它哪裡出來的 但是這個都是官方網站上的 我也沒有篡改它 只是覺得很好玩 今天早上 後來我去想說 有沒有更漂亮更近一點的照片 我去找一張類似這樣的圖 結果 因為我一直在旁邊鬧 他說 老爸你剛剛看的那張圖有問題 我說怎麼有問題 剛剛那張照片應該把它弄出來了 他的這個這裡打XX 這裡沒有東西 我剛好找到一張是 因為他是先做好一個 另外一個再繼續做 當然是順序 他不是兩個同時上線的 他望遠鏡在用的時候 可以單一個操作 也可以併在一起用 併在一起用 就是可以去做一些因素的控制 左邊看 綠綠的 右邊看 沒有綠綠的 是不是就可以把那個綠綠勾掉 這個叫調式光學 就是你受到大企業干擾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想辦法知道 它的干擾有多少 現在電腦很厲害 扣掉 現在電腦都很厲害 就是你寫程式 其實也不是它厲害 就人會開始去算那個干擾有多少 把它扣掉 這個是模型 因為在裡面拼湊 就不可能有脫殼子讓你拍照的機會 這個是模型 這個鏡片就剛剛講 這鏡片超大的 這鏡片超大的 剛剛GB的多大 這是目前上線的 單一鏡片最大的 最大塊的 8點多公尺 不要背到太細 但是兩個它可以從此操作 光線從上面下來 反射 這邊就接收 然後機器有時候是放在這邊 有時候會換 其實這個是示意圖 它這個接收器至少有三組 它可以換 就是比如說我現在拍紅外線的 我現在拍可見光的 那相機一定不一樣 對不對 我今天去健康檢查 是在抽血 還是在拍X光片 還是在斷層掃描 當然是不一樣的方法 這裡超好玩的 這個我看過 在電視上看過 這個國家地理雜誌有演過 介紹這個 聽說BBC英國的也有 Discovery也有演過 那你有興趣的話 以後就留意 因為這是目前 這是目前 單一鏡片最大隻的 這看起來怪怪的 我知道 這個 它的正面從這邊看過去 很好玩 正面從這邊看過去 這個有點像那個 假面超人 兩個眼睛很大 這個像嘴巴這樣子 那只是讓各位看一下 它的運作方法很特別 它的運作方法很特別 這兩個是鏡片 就像我手上這樣往外對 然後它在觀測的時候 就是兩個鏡片 兩個鏡片就是撐住的 這樣移動 往天上 它是這樣移動的 就很像我們相機的腳架 就是可以方向 可以調仰角 它的那個基座在後面 它是整個整片 整個說你看到這些鋼膚鐵架 這些構造 通通整個撐在 很像鐵軌的上面去運轉 這個是大雙筒 那這個外面就是天溫台的那個殼 再來呢 號稱的吹牛的 這個更大 剛剛是單一鏡片更大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號稱是9.1公尺 號稱是9.1公尺 就是它 這個是外面的天溫台 不是很特別 那裡面的鏡子長這樣子 這也是一樣是電腦模型 你看它這裡面的鏡片都很小 很小很小很小 那特別的地方是 我覺得這個特別的地方是 它沒有蓋在很特別的位置 剛剛那個是美國的 這也是美國的 這在美國德州 那比較好玩的是 這我不曉得怎麼翻譯成中文比較好 因為如果照翻譯的話 這中文應該寫成 這是麥當勞天溫台 它是麥當勞 麥當勞 那這個鏡片呢 就很特別 你看它也是一個平平的架子 然後裡面的鏡片是多片組合的 但是這個架子 基本上不太能動 基本上不太能動 什麼意思 它只有方向可以轉 它不能做上下 這很特別 它只有這個鏡片 這個鏡片稍微可以轉一個方向 可以轉 轉動的幅度也不大 那它沒有辦法做上下的移動 這個設計上來講是一個 稍微 應該說老舊 但是也算是有突破 就是你望遠鏡如果做得很大 你的基座也都是很大工程 那它靠的是這上面的移動 如果你星星稍微低一點點 星光稍微低一點點 那反射上來就比較偏上面 所以機器 觀測的機器就往上推 如果星星稍微高一點點 反射以後的 反射的位置就要低一點點 它一定的範圍而已 這個望遠鏡 感覺上蠻浪費錢的 但是那個 非洲 我不曉得跟曼德拉有沒有關係 在南非 有一個1比1的複製品 叫南非的大望遠鏡 好 剛剛講的 它等效口徑是9.2 就是它很多鏡片拼起來了 它很多鏡片就是 91面 那它等效的口徑就是 如果想成是一塊鏡片 就是大概這麼大一片 是9.2公尺 算很大的 那主鏡在操作的時候是不太動 不太動的 它跟地面夾夾是固定的 那靠的方法就是 去第二個鏡子上面 去觀測機器上面動 那可以觀測的範圍條件在這邊 這個鏡子 這個是比較天文的數據 比較好玩是這裡 它可以拍影像 也可以拍光譜 我們剛剛講到了 老恆星 要暗一點點 紅一點點那種的 那個就光譜 就像無線譜一樣 它可以做光譜 光譜的觀測 但是這個光譜的觀測 光譜的觀測 我沒有去比 因為中國大陸有一個LAMOST 聽說比這個強 聽說的 但是我聽誰說 你一定知道是聽誰說的 咱們對面老大講的 他說他們比這個還強 那是不是要去看一下 因為人家講得很保守 他們的光譜拍得不會品質很好 那當然中國大陸一定說 那我們的比你好 號稱的是這樣子 那LAMOST 那個我就比較沒有去找那個資料來看 這個是前兩名的 最後幾張投文片 算三張了 GMP還在蓋 2020年想要蓋好 那錢不是很多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國家很奇怪 他也有出錢 不曉得是什麼原因 通常來講就是 他們要的不是錢 他們要的是技術 他們要的是技術 就是你參與了這樣的大型計畫 你就會學到很多技術 那他們自己的 國內的人才或 他們在國際上跟人家競爭的 那個強度就會變強 錢 其實我的人生的邏輯之一 錢能解決的都好辦 當然錢很重要沒錯 但是除了錢之外 還有更多的東西 我們就算真的有花了7億 我們能夠弄到這個望遠鏡嗎 弄不出來 我們真的弄不出來 這是7片 你可以勉強看 1 2 3 4 5 6 7 這樣就是6個 中間一個 中間這一個中間有挖洞 因為照樣機要放在這個洞的後面 它是兩次反射 大的鏡子 然後反射上來在外面這邊 會再有一個面鏡子 反射回去 相機是放在比較後面 因為你的鏡片的上方 如果是放相機 就會比較遮住比較多的光線 我們通常是那邊放一面 稍微小一點的鏡子 再把光線反射回來 那當然光學品質就有差 因為你經過兩次反射 剛剛的那個 這個機器是裝在這邊 有沒有 觀測機器裝在這邊 你看這個支架 然後這個是觀測儀器 就很大的一個面積 會擋住下去的光線 這邊都沒有挖洞 就直接反射上來 機器在這邊做觀測 號稱的相機或光譜儀 就在這邊 大麥哲倫這個是兩次反射 又回到主鏡片的後面 所以中間的這個小鏡片要挖掉 那個小鏡片也不小 8.4公尺一個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印象 剛剛那個大雙銅 一個就8.4公尺 那這個是號稱的就是7個 7個8.4公尺 好 那再來歐洲的喔 這是預計要用的第二步囉 這個是示意圖 因為還在幹 2022 然後聽說這個應該會來得及在2022 也就是7年後 如果在這邊在座的國中國小的 將來要當天文學家 就有機會用到它喔 像我們的話就是去智利去玩的時候 看看會不會路過啦 這阿卡塔瑪這個就是不是在罵了 就是剛剛那個Elma的那個沙漠 那個沙漠將來會變很熱門 因為夏威夷的山上的望遠鏡 已經快要不能再蓋了 他們有原住民的保護的問題 他們就現在只有一個門檻 就是你沒有拆掉一個 我就不給你蓋新的一個 我覺得那個彈性遲早會不見 就是你拆掉的面積多大 你只能蓋多大 他們現在是用數學在算 你拆掉一個 我就給你蓋一個 你沒有拆掉 現在山頭上假定就有八個 你最多只能有八個望遠鏡 那以後應該是會說 你不可以擴大 我拆掉一個1.8的蓋一個25的 他們目前是還沒有這麼機車啦 這2022年要弄了 那大概預計就是40公尺 這個是口徑 那有一些概念上來講 你現在大概聽得懂了 看得更暗就看得更遠 看得更遠 就知道更早以前 那也想要知道 這個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這個待會再聊 這個不是什麼看得到看不到的問題 這個是理論 那宇宙怎麼演化 這個當然是看星系 這個跟哈勃當時的研究 有一點點扯上關係 這就是那個EELT 有時候我會忘記講E 因為這E就是歐洲 這個前面的E就是歐洲 那後面的EL就是極彈 Extreme Large Extreme Large 命這些名字的人真的很厲害 好這個是補充題的 這不是最後一張投文片 待會才是最後一張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有一張照片 好像若有事物的 一個很大的 100公尺的那一張望遠鏡 這個想法很粗躁 但是我覺得我很欣賞他兩個地方 就是他敢去想 這個也許我們在這邊聊聊就好 他敢去想 有一天就會變真的 他不敢想就永遠不可能 他敢去想 因為他設計是要100公尺的大望遠鏡 這有夠恐怖的 當然有一個笑話就是 他的英文名字叫 Overcoming Large Telescope 所以就 O W O W L 就O 我們的O 是很驚嘆的意思 他們的O 是貓頭鷹 貓頭鷹有一個意思 眼睛很辣的 眼睛很利 好 可是呢 這個字又被英文老師定義成說 這個叫壓倒性的 超級恐怖的 無與倫比的 Overwhelming 結果 也因為他太大 所以需要的錢太多 目前是卡關 可能要靠你們來救他 卡關的時候不是candy crush 就來救他一下 好 這個計畫目前是暫時丟著 沒有要動 暫時丟著 當然會嗆聲的就是在 對不對 有一天我是會蓋起來的 因為歐洲其實 他們很久以前是打來打過去 但是現在好像一家親 以前二次大戰也是打來打去 一次大戰也打來打去 對不對 我那天是聽一個教授演講 他說 那時候一次大戰是誰打誰 打了一圈 就發現大家都打過了 二次大戰咧 再打一次 對 好奇怪 那會不會有三次大戰 這我不知道啦 如果真的有三次大戰的話 會不會歐洲也打來打過去 這我也不知道 因為那個概念其實我們台灣要學 我們小小的倒 然後呢 擱了好多個地方打來打過去 不知道打什麼的 那概念上來講其實應該 應該往外發展才對 那這個一個小笑話 這個天文台 這個也在設計 這個在設計 那外面的蓋子呢 不太設計 他就認為 我的天文台其實裡面比較重要 要的時候就把它移開 不要的時候就要放進來 很像帳篷有沒有 那天文台是 要用的時候 整個殼就往後退 不要用的時候 殼就關進來 這是他當時的設計 因為 你很難想像 有一個一百公尺的鏡片 在裡面的時候 那外面那個要多大 各位如果有去過日本東京 那個什麼東京 動就是這樣 會像巨蛋那麼大呢 會動呢 因為我是只看過影片 我覺得那個日本人已經很了不起了 巨蛋會動 好 再來這個 30米的 好 這個是應該是今天的最後一張投影片 這個數字都是在騙人的對不對 10億啦 怎樣 好 看一下 外面一樣 是很荒涼的 這個天文台的設計比較酷 這個天文台的設計 你看正面跟看側面 他有點像那個小小兵 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中文怎麼講 小小兵 對 神偷奶爸 他就是這個眼睛 是望眼鏡要對的位置 如果我望眼鏡移動 他外面有個套環 裡面是開口 外面有個套環 這個套環就開始動 那基座也會動 就是配合你望眼鏡移動的指向 指向往那邊去 這個開口就是往那邊去 我是覺得很奇怪 外面都已經是沙漠了 都沒有光的 他還怕光 那可能是怕灰塵 這個其實 大的望眼鏡的鏡片 其實也很怕灰塵 這個都是需要留意的 這個是在 在哪裡 這30米望眼鏡 那個叫TNT TNT TNT是爆炸的炸藥 這TNT是30米的望眼鏡 好 欸對 果然沒錯 指鏡也剛好到了 謝謝 謝謝您聽 各位有沒有問題 老師你剛剛有講到一個重力說 對 然後你剛剛請教就是那個 經濟效率 嘿 經濟效率他一開始有這個重力說 對啊 那最後我是有點不瞭解就是 那個男主角他進入到了一個 就是一個會看書 對 他掉進那個重力波裡面 那為什麼可以回到內間 我先裝傻一下 因為其實 第一個我不懂重力波 因為在人家面前不能說懂重力波 那第二個是 我沒有看過那個電影 嘿 我一直想要去看 但是我後來發現我要去看的時候 只剩下兩個地方在演 一個在苗栗 一個忘記在哪裡 電腦可以看 電腦可以看 那好我回去認真看一下 概念上來講 那個通常就是我們說的是一個理論 像我課堂上會跟學員講說 前一陣子有科學家號稱 已經觀測到 蟲洞 如果那是真的 那就很恐怖了 那就是差不多我們講的平行宇宙 那一邊有白洞 那都差不多快要對了 我們目前知道是有黑洞 但是不能知道進去是什麼 你進去就沒了 目前的觀測 那萬一找到蟲洞 那就是這邊要去那邊 這兩個地方要連在一起的位置 那就有細暢了 那人類也許將來就真的會 就你講的 調到那邊去就從那邊出去 那邊出去是你另外一個人 所以可不可以到那邊去 可能連哆啦A夢這個就會變真的 就是因為你有時空切換的能力了 那重力波是不是那個工具 我不是那麼的清楚跟了解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的重力波只是在講說 我們看到的星星有光線 它是有輻射線的概念 它是有波長 有頻率 我們觀測就是看它的波長 還是它的頻率 還是它的什麼東西 那重力波是什麼 重力波是它基本上不是輻射 它是有物質在產生 但是它會產生時間跟空間的改變 那個叫重力波 時空跟空間的改變 那這個不是那麼容易定義 那個我吹牛一下 我上過十個小時的宇宙論 大概只有前二十分鐘是醒著 後面都完全放空 完全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都是方程式啊 你描述一個空間的變化 寫一個G就都改過去了 一個G是什麼東西 所以一開始第一張投文片 我就講那個是天文學家的事情 這邊有個天文學家 好好的給它凝捏一下 像我剛剛不是有講說 有些東西我真的沒有辦法碰 這是人家歐洲他們做的一個 多波段的觀測 很多東西都已經是心而上的 它都是界定在很多理論 很多科學公司 像這個重力波觀測的 這個宇宙星辰觀測的 這個也是宇宙觀測的 這個剛剛講的就是S核仙的望遠鏡的 我們對於遠方星系 它的核心會做一些輻射 我們對它很有興趣 那要觀測就得用這個 那這哈佛就還沒有什麼的 這剛剛講的歐基里的 也是來做一些暗物質觀測的 有些東西天文就是這樣子 理論跑得快還沒看到 天文也是有時候顛倒 看到了沒有理論 不知道怎麼辦 看到了 那最好當然就是一步一去 你的理論可以馬上跟上 就用觀測來看 像愛因斯坦就是那樣子 愛因斯坦當年在做相對論解釋的時候 他算是很好 沒有得到什麼太多的啟示 被看不起這樣子 然後他就預測說 太陽的旁邊引力很大 應該在日時的時候 可以看到後面會的星星 因為本來是應該太陽這處的嘛 那就他這樣預測 然後就有人就很拼命的去幫他做驗證 果不其然 他預測完之後 有一個日時 他就看到了太陽後面的星星跑出來 就是光線的彎曲 那當時愛因斯坦在一百多年前 他能講這種話 算是大天才吧 對啊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不確定耶 還有很多東西 你現在聽我的臉銷尾 搞不好幾年後就變真的 但是臉銷尾是臉銷尾 不要亂吹牛是真的 好 我們不是專家就不要亂講話 好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那其實像那個旅行者一號 他現在已經到了歐克雲區 一般我們說他已經出了我們 比較太陽系的那一側了 對 已經有上不到很多影像回來的嗎 沒有咧 就出去啊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就出去了 對 對 所以現在一定還是 不太了解 好 好 那我把時間就還